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墨水了 2004年周星驰的电影《功夫火了》 里面很多人物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甚至时至今日经久不衰 包租婆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饰演包租婆的演员 圆秋已经54岁 事业一下子迎来春天 圆秋坦言自己根本没想到 在饰演包租婆之前 圆秋已经出道三十几年 还曾是最初代的007帮女郎 她七岁学艺 十七岁出道 二十四岁嫁人 一直到五十四岁才大红大紫 如果不是遇到周星驰 也许圆秋一辈子都不会再演戏 当年她选择和普通职员结婚 被骗尽钱财 她尝尽了婚姻的酸甜苦辣 离婚后独自抚养一双儿女长大成人 生活虽苦却从来没认输过 使功夫改变了她的晚年生活 如今七十二岁的 她还依然活跃在娱乐圈 香港出生 祖籍山东 七岁学艺 是成龙洪金宝的大师姐 1950年 圆秋出生在香港 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前面已有两个姐姐 父亲是弟弟道道的山东大汉 母亲是广东人 为了实现能有个儿子的愿望 父亲为她取名张转男 圆秋是后来师父取的一名 圆秋的父亲出生于京剧世家 一家人在香港靠唱京剧谋生 所以小时候的圆秋和姐姐 都在父亲的熏陶下学习京剧 这种童子功为以后习武奠定了基础 七岁那年 父亲觉得家里人口太多 又生活困难 无赖想办法将圆秋送去好友于詹元家习武 父亲也知道习武对女孩子来说并不容易 转头对圆秋说 跟爸爸学京剧当然可以 但至亲骨肉很不下心 跟于师父学习以后必能成大器 小小年纪的圆秋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前两天挺高兴 第三天就觉得苦了 于是偷偷跑回了家 父亲发现偷跑回来的圆秋后 不仅没安慰他 反而拿鞭子将他抱打一顿 从此圆秋知道再苦都要坚持下来 如果学不出本事 以前的家也回不去了 那时父亲一个月给圆秋三块钱的生活费 每天早上只能花一毛钱吃饭 幸好师父那馆午饭 晚饭 圆秋才不至于饿肚子 师父于詹元名下徒弟众多 当时还专门成立了赫赫有名的七小夫系班 系班主要成员包括 圆龙洪金宝 圆楼成蒙 圆奔 圆奎 圆华等 圆秋也是其中一个 圆秋比这些师弟们来得要早 在一百多位师兄弟中排行第三 前面还有两位师姐 后来两位师姐陆续出国不再回来 圆秋成了七小夫中的大师姐 那时候洪金宝上台表演 说错一个字就会被大师姐骂 即使后来洪金宝和成龙都各自有了成就 圆秋依旧不改直脾气 对着成龙就喊大鼻子 嫌弃演戏辛苦只做替身 24岁嫁人吸引 可惜成单亲妈妈 1967年 17岁的圆秋开始踏入演艺圈做替身演员 当时女性武打替身非常少 圆秋不仅长得眉清目秀 身材也很纤细 很快成为当时圈中的香菠菠 从小习武自然是有真材实料的 从几层楼高的地方跳下去 圆秋也丝毫不眨眼 以圆秋的实力 其实早就可以自己当演员 但那时候演员工资 有时候还不如替身赚得多 圆秋心想干脆一直做替身 这样可以省不少麻烦事 她性格大大咧咧 直来直去 不喜欢搅柔造作那一套 因此失去很多机会 22岁那年 终于签约大地影业公司的圆秋 出演了两部动作片 《女警察》和《顶天立地》 两年后她还参演了 007系列电影《金枪人》 成为国内第一位帮女郎 只是时运不济 这些作品并没能让圆秋真正大火 恰好24岁那年 她练上一名公司普通职员 心里萌生退役 当时家人和朋友都劝她三思 渴望家庭的圆秋根本没听进去 依然我行我素和男友结了婚 婚后圆秋无意经营事业 便在家做起家庭主妇 很快她生下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平日喜欢在家里 看看孩子打打麻将 丈夫指导圆秋有点积蓄 便借口做生意将她的钱骗到手 圆秋一心为这个家庭付出 根本没想到丈夫居然是个渣男 好日子莫过几天 丈夫暴露了本性 那些钱财被她挥霍一空后 不仅不出去赚钱养家 还喜欢鬼混 圆秋为了一双儿女 心想游着她去 自己从小被送走 她深知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 后来这段婚姻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圆秋选择了离婚 之后一直独自抚养一双儿女 为了养育孩子 圆秋再度出山拍摄了几部动作电影 勇者无惧 天残变 弟子也疯狂等 都在那段时间拍摄完成 1985年之后 圆秋再次隐退 专职在家陪伴孩子成长 后来20年时间 圆秋都不愿再出来拍戏 师弟洪金宝 成龙曾多次邀请都被他拒绝 他知道演艺圈少了他一样可以精彩 孩子们少了妈妈就会是一辈子的遗憾 54岁被周星驰相中 三顾茅庐请他出山 成就经典包租婆 时间一晃来到2004年 香港娱乐圈电影越来越兴旺 出了不少后辈能人 一天 圆秋约了自己的师妹圆局等人 准备一起吃饭打马奖 师妹圆局突然说 现在不行啊 我要去公司那儿试镜 然后拉着圆秋的手说 你跟我一起去吧 圆秋正好没什么事 心想跟着去就去老 来到公司 圆秋坐在旁边等师妹试镜 因为等得不耐烦 她随意抽起烟看了看报纸 师妹饰演的正好就是包租婆 曾启文 陈国坤等人是面试官 当周星驰回来翻看试镜记录片时 眼睛突然一亮 找到了周星驰立马让人去把这个人的资料找来 才发现圆秋已经吸引二十多年 会点真功夫 现在只是一名家庭主妇 停日的爱好是打麻将 周星驰十分欣喜 这不就是包租婆本人吗 第一次找到圆秋时 他并没有很心动 一是他已经二十多年没演过戏了 二是这个角色要用到功夫 圆秋还是很有压力的 但这边周星驰好不容易找到了心中满意的人物 怎肯轻易放弃 为了拍好电影 周星驰三顾茅庐请圆秋出山 在周星驰的劝说下圆秋有点心动了 不过他还是很漫不经心的说 导演 我太久没拍戏了 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不要骂我 如果你要骂我 我自己发神经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接着周星驰和圆秋都笑了 这就算答应了 签约之后 周星驰的第一个要求是让圆秋增肥 然后让饰演包租公的圆滑减肥 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 有个明显的对比反差 圆秋说当时周星驰每天给他提供奶粉 高蛋白的那种 喝了整整一个月 胖了22公斤 真的不容易 整个身体机能都在发生变化 但是圆秋没有一点抱怨 他认为自己本身就是做演员的 要么就是不接戏 接了就要演好 周星驰是很多演员心中脾气不好的导演 难相处难合作 圆秋却有自己的看法 好的演员就要配合导演 天中人物有什么样的形象 可能在导演的心中已经形成 丑俊其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演员要让自己 无限接近导演心中的那个样子 不得不说 老一辈人的心态和格局真的不一样 对他们来说演员是一份职业 不是高高在上的明星 功夫这部影片上映后十分火爆 宝足婆这个角色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人物 甚至比女主黄胜一还要火 54岁的圆秋凭借这一角色 获得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和第2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大气晚成 一鸣惊人 被问到周星驰是不是很难相处时 圆秋表示他对自己很好 合作也很愉快 戏中还有一场他打周星驰的戏份 圆秋表示自己开始只敢用小力气 惹得周星驰不满意 最后只能用真功夫了 吓得周星驰躲了几次 从这些细节都看得出来 生活中的圆秋其实和包租婆的性格十分相似 周星驰真的很有眼光 儿子是在职公务人员 女儿是酒店经理 单亲妈妈也很幸福 别看圆秋在电影里的形象都特别彪悍 其实生活中的他也有温柔的一面 特别是对待孩子时 拍摄功夫前 他有认真的和儿子商量 在呀 妈妈我要去拍戏了 儿子问 谁的戏呀 圆秋 周星驰 儿子以为妈妈就是电影中的龙套演员 没想到电影出来妈妈成了最出彩的人物 儿女都十分为母亲圆秋骄傲 当年母亲一个人把他们抚养长大 从没在生活上亏待过他们 如果母亲没有拍功夫出名 他们也会让她的晚年过得幸福 现在儿子是一名公务员 女儿是一名酒店管理员 一双儿女十分争气 作为单亲妈妈的圆秋 终于扬眉吐气 谁说单亲妈妈就没成就 凭借功夫成名后 圆秋开启了事业第二春 来找她的片约源源不断 接下来更是和王晶一口气合作了三部影片 每一部中的演技都精彩绝伦 2010年 在月光宝盒中 圆秋再度饰演包租婆 同年她还在电影功夫永春中饰演梁伯仇的母亲 在盖世英雄方式玉中饰演方式玉的母亲苗翠花 2022年的开年港剧《铁拳英雄》中 72岁的圆秋依旧身手矫健 宝刀不老 网友说她在剧中的功夫全权有力 丝毫不输年轻演员们的风采 不愧是老戏骨 身为香港第一代打女 圆秋坚毅不屈的性格确实值得年轻人钦佩 不拍戏的时候 圆秋也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 有时去儿子家带带孙子买买菜 有时去女儿家照顾照顾外孙女 日子充实又幸福 对圆秋来说 这幸福虽然来得晚了点 总算没缺席 她也知足了 七岁被父母送走学武 十七岁出道当替身 二十四岁结婚生下一儿一女 却被渣男丈夫骗光积蓄 一路走来圆秋吃了太多苦 所以她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们在受苦 她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照顾他们的生活 她所有温柔都给了孙子孙女 偶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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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 çocuk 猪职